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 完全是一个很感性地去思考 所谓的情感问题 思维老师今天是用一个 非常理性的方式来观察一段情感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 就这么点小破事 你们怎么就弄不好 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 往往会提出的问题 就这么点的小破事 我们怎么就不行 所以老师是从一个 更理性的角度去帮你们 做了一个分析 老师们说理性地谈恋爱 可以理性地去推演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情感当中 我们很难做到理性 就我们可以很理性地 说一段情感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不然 你变得特别强大了 要不然那个情感 已经变得不像情感了 像你们这个年龄 在我看来 感受是最重要的 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 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 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 爱一个人 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年 在一起也三年了吧 室友说你对我挺好的 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 跟你吵架 我就是想要一个 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 我不是究竟点小事不碰 我只是想知道 你心里真的有我 如果你还是有状态都做不了 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你不能骗我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远 来 请关门 他们现在这个恋爱谈得好累 恋爱期间请坦诚一些 对对方 对自己 来吧 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是觉得还可以接着相处下去 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 还是就此打住 说我们可以考虑 更好的一种生活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小花童有请 谢谢 好了 请回建政属于这对情理的浪漫时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